现在虽然是和平时期 但是各个国家依旧不予余力的发展军事硬实力 毕竟弱国无外交的道理每天都在上演 拿战斗机来说 每个国家都希望能够自主研发 一款适合自己需求的款式 但是研发一款战斗机所需要的科研技术 又是和其的繁琐 这不仅有来自自身技术的压力 还有超级打国的卡脖子行为 毕竟世界上的武器市场就那么大 如果让你来掺和一脚 不知道得动别人多少的蛋糕 党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可不是闹着玩的 而土耳其却想尝试一下 强行研制一款隐形战斗机 在2014年巴黎航展开始之前 土耳其便率先爆出一个惊天大瓜 在布展的这一段期间里 土耳其航空工业所研发的第五代战斗机 TFX的全尺寸模型 首次在全世界的面前亮相 虽说这个TFX战斗机的模型 并没有揭露出什么更多的详细信息 甚至连具体设计研发细节 都没有展示出来 但是当时正值土耳其面临 五代机危机的档口 在这样一个大型国际航展上 展现出这么一个东西 其中的意味还是值得思索的 甚至土耳其还在此次国际航展上 专门为TFX做了相应的宣传画 由此也可以看出土耳其是想搞一把大的了 土耳其TFX战斗机的展出 极大的刺激了日本 韩国 印度等国家的 自主研发之心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也是掀起了不少的浪潮 数个国家在此之后 开始自主研发隐形战斗机 所以土耳其的这一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但是研发一款隐形战斗机 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土耳其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存在 在这之前并没有研发过任何一款喷气战斗机 要知道但凡有过自己研发制造的经历 都会轻松许多 土耳其有的仅仅是在美国许可的情况下 仿制美国F-16的少量制造经验 忽然冒出要自主设计研发隐形战斗机这样的念头 是比较匪夷所思的 就像一个常年盖茅草屋的施工队 告诉外界他们即将建盖摩天大陆一般 不管外界怎么评说 土耳其还是把TFX战斗机的飞机参数写得十分清楚 毕竟土耳其的航空工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重中之重就是这款TFX战斗机 大有一番死磕到底的样子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万众瞩目的TFX战机的性能参数吧 TFX战斗机整体机身长21米 翼展为14米 机高6米 发动机就采用了两台12.15吨推力发动机 飞机的升线为16.5公里 最大速度可达1.8马赫 它的过载范围在9G到-3.5G 那么TFX作为代替美国F-35的国产机型 对比之下的情况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F-35的整体机身长为15.67米 翼展10.7米 机体高度4.33米 最大速度达1.6马赫 它的过载范围在9G到-3G 从数据来看和F-35十分类似 在土耳其的构思里 TFX战斗机比美国的F-35更长更高更大 通过拉长机身来减少超音速阻力 获得更好的机动性 而且这一次土耳其方面还公布了TFX战斗机的详细设计特点 比如隐形以及内置5G弹舱 态势感知增强 超音速巡航 数据融合 甚至还特意强调了一下TFX的性能 比如多任务能力 空中优势 超视距攻击 视距内攻击等 但是从外形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一款小型的F-22 双发常规布局 机身和异形设计 参考YF-22的方案 几乎成为了后进航空工业国家 在第五代战斗机设计选取上的共识 除了土耳其的TFXY 日本的ATD-S 韩国的FK-X 印度的AMCA等技术验证机 或设计方案 也采取了相近的构型 对于缺乏先进战斗机研发经验 特别是在空气动力学 技术方面积累几乎为零的土耳其来说 选择这种比较保守的构型 能够确保项目的稳定性 但很可能会限制该机的改进和提升攻坚 同样 TFX在设计指标和技术参数上 也并无经验之处 按照土耳其 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于2017年12月新公布的数据 TFX机长19米 翼展12米 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7吨 从体积来看 该机比目前的中型战斗机更大 反而接近重型战斗机 而值得注意的是 TFX飞行性能指标定得很高 该机作战半径约为1,111千米 升限16,764米 最大速度2马赫 上述指标超过了F-35的水平 但官方并未说明 作战半径的任务抛面 和最大速度的飞行高度条件 因此这些指标值得怀疑 在航空电子系统方面 TFX将配用国产的有缘相控制雷达 并配有新一代数据链系统和语言控制系统 在人机接口上 则采用了当前各国战机 惯用的玻璃化座舱 值得一提的是 TFX还赶上了有人驾驶战机 与无人机混合编队的时髦 该机的飞行员将能在机舱里 控制两架安卡无人机 执行攻击任务 对于土耳其来说 TFX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航空工业项目 该机的研发将为土耳其空军 提供一种可行的第五代战斗机方案 这对于提升土耳其空军的作战能力 有非常现实意义 特别是在F-35被美国卡脖子的情况下 TFX很有可能会成为土耳其空军 迈入第五代战斗机时代的唯一希望 而从技术积累和工业能力上来说 土耳其独立生产第五代战斗机 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作为TFX项目的主要任务承担方 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曾为土耳其空军组装生产过F-16战机 因此不能说完全没有战斗机生产的技术基础 另一方面 虽然土耳其订购的F-35A战斗机目前被美国断货 但土耳其航空工业通过参与F-35A生产计划 获取了部分第五代战机的机体 其落架 线缆等方面的技术资料 并开始接触高精度先进材料零件 新型负荷材料与金属材料结合 自动化机体涂料奔涂 数据化设计和生产周期管理 智能控制的材料切割和加工 高标准航空工程质量控制等重要技术 因此 相比于大多数国家来说 土耳其在第五代战斗机研发方面确实更有底气 但在对于战斗机研发至关重要的发动机问题上 TF-X却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 按照土耳其其航天航空工业公司的技术要求 TF-X两台发动机需要具有2万磅推力 约合89千牛 结合机体设计来看 能满足这一要求的发动机型号寥寥无几 土耳其曾经在2015年 与欧洲喷气涡轮公司签署量解备忘录 当时外界普遍认为 土耳其可能为TF-X选取1G200发动机的改进型 但欧洲涡轮喷气公司于2017年12月 退出了TF-X项目 这使得发动机的选取变得不甚明朗 目前 土耳其凯尔集团 正与英国罗 罗公司联合研发XJ-40发动机 从技术角度来说 凯尔是F-135发动机零件生产方之一 而罗罗则研制过F-120和F-136 两种供第五代战斗机使用的发动机 因此XG-40的成功几率很高 但由于土耳其方面坚持要求罗罗进行技术转让 XJ-40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比较难说 另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机载武器 土耳其目前仍然无法自行研制大部分空空导弹或空地空间导弹 主要记载武器种类仅有激光制导炸弹和激光制导空地导弹能够自己 因此TFX即便能够研发成功 也将面临不得不采用外国记载武器的问题 土耳其空军目前主要使用美制武器 而从土耳其与美国持续紧张的关系来看 美国很可能不会向TFX开放数据接口 这将使TFX面临无但可用的局面 而如果土耳其选择欧洲或俄罗斯作为合作伙伴 则需要建立一套独立的武器保障体系 这对于土耳其来说是否划算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目前土耳其对于TFX项目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2018年2月 土耳其官方表示 将为TFX投入总计12亿美元的资金 并集结320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参与其中 但对于研制一款性能优异的第五代战机来说 这点投入显然是杯水车薪 若TFX的项目工程持续进行下去 实际投入的资金可能比目前估算的多得多 按照土耳其方面的计划 TFX的首架原型机将于2023年制造完成 但从目前来看 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 极小 如果说总结一下的话 那就是这款新型的TFX战斗机 如果从技术层面来说的话 就是F35战斗机的航电系统 塞入一款缩水的F22战斗机机体内 心意并不是特别大 本期的TFX战斗机就介绍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